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扣押有致欠税费罚缓候选人的选举保证级补贴款 总共扣得1461419元 扣押款项将交给各移送机关 用以抵偿候选人所欠的税费罚缓 以挹注国库的收入 本分属于选举投票日前及韩请张华县及蓝头县选文会 提供地方公职候选人的名册来清查比对 辖区内总共有155名的候选人致欠税费罚缓 尚未履行 目前为本分属的行政执行案件义务人 其中张华县的候选人既有94人 蓝头县的候选人既有61人 针对人不愿意自动缴纳或提出信仰方案的 91名候选人 本分属于选举后的上班日 火速寄送扩押命令扩押候选人的选举保证金及补贴款 经选务机关陆续回报 除候选人因得票数为达门槛而遭没收保证金 或不符合补贴款的领取资格以外 统计至12月23日 总共扣得了146万1419元 候选人有钱缴纳保证金登记参加公职人员选举 确据不清偿欠款 这样子的行为对选民做了最坏的示范 本分属在此呼吁 自限税费防缓的医务人 因尽数自行缴纳或提出清偿方案 切忽自知不理 否则将全面清查医务人名下的财产 强制执行扩押 查封拍卖 有损颜面得不偿失